泡椒酱 泡椒酱是川菜厨师比较喜欢用的一种调料 像鱼香蕾的菜 泡椒味的菜 都要用到它 川菜东西火锅鱼的料 就必须要用到泡椒酱 但泡椒酱是没得成品的 基本都是靠师傅自己来煮 今天我们就来煮一个泡椒酱 煮好过后可以放起来 以被捕食之需 准备适量的泡椒 泡椒 把泡椒盖刀切成小圈圈 尽量切小一点 方便后期操作 脂酱同样盖刀 切成小的玻璃 混在一起 快速夺成鲜膜 有上层双刀的小伙伴 可以两把刀一起的 作用糊涡 提升工作效率 泡椒一般夺成熔了 就可以了 有搅拌机的 就用搅拌机来打 效果是一样 再准备少许的糊料 洋葱切成小的 可适好备用 配少许的大葱 生姜切成薄片 起锅烧热 下适量的菜油 开大火 烧至各种烙青烟 放火 让其自然降稳 感觉差不多了 就出现开锅 倒入备好的辅料 辅料主要是一些新香味的食材 目的是增加新香味 这一步开小火 慢慢地把辅料炸干 使其香味 融入到菜叶当中 用漏烧 撈出炸干的辅料 把炖好的泡椒投入锅中 用炒烧轻轻飞动 以保证受热气 这一步尽量不要着急 同样用小火来炒作 要把水去炒干 这样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一些 可以加入少许的皮鲜豆瓣 主要是起蒸虾 蒸鎖的目的 继续翻炒 要炒到海椒皮皮有点发肥 锅中毛密集消化了 就投入十几颗冰糖 一起翻炒 冰糖可以起到体味 凉油 增轩的作用 面的冰糖就用别的糖 别的糖的效果差一点 炒个2到3分钟就可以了 炒好的泡椒酱装入小盆中 炒好的泡椒酱装入小盆中 自然冷却后 密封起来放入冰箱 香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泡椒酱中的红油 在日常的烹饪中 还可以起到蒸鎖的作用 一举两的 生活率我千万遍 我待生活如初年 我是厨子 下期见